其實這個話題已經講了很久了 從這個辯論過之後 大家都一直在猜 到底會不會換拜登 大家覺得會換拜登嗎 覺得會換的舉手 哦 全票通過 好 不代表我們通過就真的會換 我們先問一下 張教授 你覺得有可能會換嗎 要換的話誰來換 是不是賀錦麗 之前本來民主黨內部 對於是不是要換拜登總統的 這個候選人身份還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最近的幾天發生幾個變化 第一個就是賀錦麗的民調上來 以前的話是落後川普很多 現在他的民調有上來 因為這個民主黨的選民的支持者 加上這個金主們 其實把這個注意 把這個聲量集中到這邊 所以民調上來 那民調上來的話 那當然就對這個是否要讓他出來 換掉這個拜登總統 當然就有很大的注意 第二其實這個民主黨內部的民調 據說是顯示說 現在共和黨跟民主黨其實差距是在伯仲之間 那民主黨這個 所以沒有辦法得到壓倒這個共和黨的支持 很多人並不是說民主黨真的很不好 而是擔心拜登的健康問題 擔心他在未來四年沒有辦法把這個總統的職位 更續的完成承擔這個重任 所以如果這個健康問題解套了 年齡問題解套了 那繼續成績民主黨路線 那其實還是大有可為 這個其實是歐巴馬等人的主要理由 就是人家不是討厭民主黨 人家是覺得你可能年紀太大 可能做不完 那我們把這問題解決了不就好了嗎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 拜登總統自己本來以他的身份地位 他如果說不想退 是沒有人能夠逼退他的 因為他也不夠初選了 但是因為最近他確診新冠 再加上他的年齡 所以有很多的消息 說他自己的意向改變 那他自己意向改變 那當然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所以這幾個因素起來 就是賀錦麗民調上來 然後這個大老們認為說 現在我們解鈴上去戲鈴人 人家不妥我們 只是最大因素 就是我們的這個候選人的年齡問題 把這個解套了 再加上他本人還有認為 我現在極流勇退 不要在選舉中大敗 或者是失敗 讓人們緬懷我過去四年的 這個政績 因為也有人說 將來放到歷史上來比 川普在政績上要比 拜登要好 恐怕這個還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我乾脆就留下一個 完美的漂亮的ending 讓大家懷念我 這種其實對於美國的政治人物 特別是像拜登這種 持續這麼多年 他在政壇非常久的 這樣的人來講 這個歷史流明 而不是迎接一場必敗的選舉 漂亮的轉型 對 而且人家認為說 你現在堅持選下去 戀戰不退 你八十幾歲了 戀戰不退 這一點其實對他來講 也是不太容易接受的一種評價 也是一個壓力 那川普在共和黨 他們全代會的演說上面 他有講說 如果我上任的話 可以恢復世界和平穩定 真的嗎 董老師你怎麼看 川普說的話 你永遠只能聽一小部分 但是我要強調的 就是說拜登要 民主黨要撤換拜登 現在看起來情勢比較明朗 為什麼呢 因為川普遇刺 就是要換拜登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就是川普遇刺 不換不行了 對 因為川普遇刺的時候 那個英雄形象太突出了 對 然後呢 那個共和黨 他們那邊的那個競選的陣營 川普的陣營也很會選舉 趕快把那個英雄罩 這個川普的英雄罩 跟拜登的跌倒罩 擺在一起 然後散發在他們整個美國 所以一看這個大勢已去 所以說現在會 會這個民主黨 壓死這個拜登的最後一個稻草 其實是民主黨裡面的大佬們 還不是一個 那民主黨這些大佬們 包括剛才說的 就是這個民主黨的這個 這個參議院的 這個多數黨的領袖 舒默 這個眾議院的這個領袖 前議長裴洛西 歐巴馬 柯林頓 旁邊的人都已經出來表態了 裴洛西講的是最清楚的 為什麼現在要趕快換拜登 因為如果不換拜登 按照這個形勢 再選下去的話 他們擔心川普會 會有贏得壓倒性的勝利 當川普贏得壓倒性的勝利 會發生兩件事情 會完全摧毀拜登的這個政治遺產 他畢竟執政四年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今年11月的選舉 可不是只有選總統 美國的參議院 眾議院部分的議員都在改選 而且這個就會有骨牌效應 民主黨會整個團滅 他們在擔心的是這個事情 所以你看他們的講法 就是那些民主黨的大佬們的講法說為什麼希望拜登能夠下來 就是說維持住你自己的政治遺產 然後要為民主黨的整體利益著想 現在是民主黨會被團滅 現在是這個問題已經不是說你選輸 也不是說你選贏了以後你還可以幹四年都不是了 對各國領導人都是大家非常關注的焦點 那除了美國之外呢 我們來看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因為他們這幾天在舉行三中全會 那麼一度被傳說習近平有腦中風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傳言呢 坤哥 那個應該先確定是這個應該就是謠言 因為他還是來的啦 對 後面也證實那是謠言 第一時間的時候我們都判斷的是謠言 這是死百名副的名言 第一時間突然傳出大量細節的不可證實消息 這個大概就是謠言 就是夢將與哭倒長城 你看講得跟真的一樣 每個人都講說他在旁邊哭哭了 呈呈呈呈呈 看有那麼多的細節 那都好像身臨其境 可是那個就是謠言 所以第一個時間 我們大概就判斷是謠言 而且習近平被傳 那中風已經不知道多少次 對 那這個事情 可是值得關注的不是這件事本身 而是這個謠言為什麼會傳這麼廣 你要知道那個中國 那個網管下了多大的力氣 把所有什麼有關中風習近平 很多那個臺子全部都給他封掉 還照樣傳了滿地都是 中國網民多有創意 你知道聽說有人在古東大圈上面倒下 也太可怕了吧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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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創意都是在被管制下面 繞圈圈繞出來的 然後結果這個事情 那會傳得這麼廣 他其實是代表了民眾的期望 你懂我意思嗎 多少人想要他 你這樣子事情這樣子就解決 你想想看 我如果繼續讓你這樣亂搞下去 然後我這個好日子都沒了 過去三十年好日子都被你搞沒了 可是我要反叛 要抗爭的話 我要打大仗 我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原來還可以這樣子解讀 今天算是學到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在中國 他們的三中全會當中習近平 那他當然人還是來了 先前雖然一直被說 好像身體有狀況 不過看起來是打破謠言 但是在此之前 中國媒體的新華社 他們本來有PO一個文章 叫做改革加習近平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這個文章 找不到了 被下架了 怎麼回事呢 民友 我覺得這是高級黑吧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最近的經濟 其實非常慘 他們過去百分之二十五 是靠著房地產 我們都知道中國房地產 不是已經崩了嗎 所以他特別去拿這個來講 而且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跟習近平放在一筆 叫做筆尖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這兩位都是改革家 都是帶領中國經濟走向光榮 而復興的 結果搞到最後 我覺得應該是上面給他壓力 你現在看到還是去某個社群 平台還是看得到 而且那個發文叫陳小平 發文是習近平的匿名嗎 叫陳小平發文的 而且告訴你說 這精心的特稿裡面去顯示出 不管是習近平在這個收支分配 全民醫療 市場改革開放 科技創新 但是我們知道的真實影像是 美國跟中國的經貿打得明明貓貓 科技產業打得明明貓貓 不是嗎 結果這一篇文章為什麼被下架 這個萬字文章為什麼被下架 有人猜測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上面覺得 你是在嘲諷我嗎 第二個 習近平可能看了自己都覺得想吐 覺得說我根本沒有做到 或者第三個官員說 你寫這一篇文章 而且也沒有習主席的照片的話 那絕對不行 所以這篇文章就這樣被下架了 但是我要跟各位 中國的網民有沒有看到 有 不要忘記中國現在的事業人口 還非常高 尤其是年輕人 會使用網路族群這個世代 大家就懂了 原來我懂了 懂了這一篇文章的意義 就是習近平確實是改革下 逆向也是一種改革 所以就告訴你說 對 他就是在做逆向改革 所以大家要看得清楚 未來大家都是人民公社 就可能很多民眾 他們現在處於經濟不好的狀態 所以其實心裡好像感覺 怨氣也不少 可是在三中全會的公報裡面 有多達勿施三次提到改革 這兩個字 所以是不是代表 在中國他們也知道 現在的狀況 真的非常需要反轉 我們問一下張教授你怎麼看 其實習近平上來之後 一講改革 大家就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他的改革都是 不是要很開心嗎 砍人的 一打攤 然後國進民退的 然後加強控制的 這個縮緊自由的 各訂什麼國家安全法 間諜法這些 所以大家一聽他講改革 帶來的都是一種不確定性 因此這一次三中全會公報 強調五十幾次的改革 開放提的很少 其實代表說習近平的路線 還是要持續下去 那當然大家害怕 因為過去的幾年證明了 他的路線其實搞得並不好 所以為什麼網民會傳各式各樣的笑話 梗圖 當然很快都被弄掉了 其實代表大家都樂見最好他就不要再折騰下去了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以這種重要的會議 這個不太符合他們的政治氣氛 所以習近平中風這應該沒有發生 但是不代表他的健康情況跟過去一樣好 可能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因為畢竟他年紀也不小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不要說在念這個長長的文稿中間 出什麼波折 又引起外界更多的猜想 因此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三中全會本來外界寄予厚望 但目前看來似乎有點雷聲大 雨點小 沒有特別強調什麼新的政策 新的方向 只是強調習近平還在 還繼續掌權 二零二九年 如果沒有意外 大家還是準備鼓掌 歡迎我們的習總書記四連任 所以真的有可能習近平要坐三望四嗎 董老師你也這樣看嗎 當然 人家就寫在公報裡面 因為今年的公報 全篇都是廢話 都是口號 我是說真的 董老師講得更直接一點 真的 然後可是只有一句話是真的 就突然出現這句話 就是到了二零二九年 要完成全面的改革 好 那剛才張教授說的是對的 就是說他那個公報裡面 講的都是相反的 連口號都是矛盾相反的 譬如說 一下要經濟發展 然後又說我要國家安全 然後一下說要改革 不是改革講了很多嗎 裡面還有講到革命 改革跟革命是兩回事 好 重點是什麼 講了五十多次改革 我問一句話 就是問中國老百姓 請問改革是什麼 沒有人回答得出來 還有十二次開放 重點是全面深化改革 你要改革什麼 然後這個所謂的全面深化改革 是從二零一三年就開始 二零一三年那一年的三中全會 它就是什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然後還成立了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他自己是當小組長 從二零一三到今年 總共開了七十二次 這個小組會議 全面深化改革 然後通過了改革的計畫 方案什麼政策 沒有一千也有上百條 請問大家過去十年改革什麼 沒有人回答得出來 沒想到這次又來 三中全會又來了 為什麼就是說 會有習近平中風的那個消息 其實很簡單 這個是一九七九年之後 這個中共他開這個中央委員 這個全體會議第一次 四十多年來第一次 在開會的前三 前四天 將近前四天 沒有影片 沒有照片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以前他們開這種 中共開這種全會 第一次就是看 你看多風味 然後進場的照片 會一直聽到 其實你在念他們的那個文稿 對 前四天 全世界所有的媒體 包括中國的官媒 用的都是歷史照片 然後奇怪 那你們是不是在開秘密會議 就是怎麼會這樣 所以大家猜第一個就是他中風這謠言 對 可是更可能的是他這次他要把全部會議的過程 全部掩蓋 全部暗卡 怕出事 就黨內可能真的有很多不滿的聲浪 不穩定的聲浪 開完了 整個順利的開完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剪接過 反正最後一天 昨天 這個傍晚 一次給你通通丟出來 哪有這種開會的方式 對啊 所以說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這一次的三中全會 是最詭異的會議 它的內容 他的公報是最垃圾的 所以難怪會引發很多討論 但是很多人關注就是 那習近平有代表 他的權力 真的有鬆動嗎 因為近期好多他身邊的人 所謂的習家軍 似乎都慢慢的消失中 包括他過去的親信秦剛 那他到底現在人在哪邊 一直眾說紛紜 那個坤哥你怎麼看 但是他沒有被開除黨籍 對 他那個相對於李尚福 秦剛的待遇已經算很好了 對 那個李尚福是雙開 對 魏鳳和雙開 就是開除黨籍 開除公職 好 那秦剛就讓他自己辭職 辭去中央委員 但是還是保留同志 那依照中共的個性 只要同志 這個還是犯了錯誤 雖然犯了錯誤 但是可以悔改 這是內部矛盾 然後這個以後還可以 還可以原諒 對 過個幾年 搞不好還可以回來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剛才補充 剛才講了幾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的老共的 這個這個狀況 那他那個一萬字的 那個歌功頌德的東西 為什麼會緊急撤下 你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現在老共現在是幹什麼 那百年遺遇的大水 對 幾乎九省十省 全部都已經淹掉了 請問你在這個時候 歌功頌德說 這是偉大的領袖 那改革全部都是對的 你不是找麻煩嗎 可能反彈會更大 對 他說我們像開放前進 對啊 那三峽大巴開了十一孔 對不對 然後我告訴你 這會被弄死 這會被酸死 所以我覺得在現實的環境下面 政治的狀況下面 那我覺得他們收掉這件事情 是有道理的 好 那麼董老師講的 他們在這個家裡面 應該也碰到了 老習也碰到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一個 一個這些人都是他親自提拔的 然後全部都出事 代表你是人不明 你既然是人不明 那麼以後誰還要相信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暗潮汹汗 是絕對有的